自己修傑凱當爸爸囉 今天修傑凱起托愛女步步之後 首次露面 她說自己當了爸爸之後 心情完全不一樣 對於爸爸這個身分 也還在適應中 其實都跟著她一起在成長 因為其實現在小孩才滿月 才剛滿月嘛 所以我也在學習 然後她也在成長 其實我們兩個是 互相的一起在 不同的每一天再去學習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像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覺得她每天都在變化 每天都在可能 她學會哭 學會笑 然後學會上廁所 然後學會一些 就是她的生活作息 不過賈靜雯生小孩之後 每張照片都看起來超級瘦的 根本看不出來像生過小孩一樣 讓人好羨慕 但是修傑凱透露 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呢 她有一點點小小抱怨是 她沒有想像中迅速的受成 大家想像的那個樣子 對 結果其實她還是 但是她的身體狀況跟精神狀況 什麼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 對 然後也就是 謝謝大家給她的很多的關心 對 所以她其實現在都很好 對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她已經受到完全是可以馬上付出的 但是其實她覺得她還需要更好一點 她在決定要付出 那她都怪我說 把她照片拍得太過於瘦了 恭喜喔 報導 恭喜修傑凱當爸爸囉 今天修傑凱起過愛女步步之後首次露面 她說自己當了爸爸之後心情完全不一樣 對於爸爸這個身份也還在適應中 其實都跟著她一起在成長 因為其實現在小孩才滿月 才剛滿月嘛 所以我也在學習 然後她也在成長 其實我們兩個是互相的一起在 不同的每一天在去學習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算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 我覺得她每天都在變化 每天都在可能她學會哭 學會笑 然後學會上廁所 然後學會一些就是她的生活作息 不過賈靜雯生小孩之後每張照片 都看起來超級瘦的 根本看不出來像生過小孩一樣 讓人好羨慕 但是修傑凱透囉 實際上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呢 她有一點點小小抱怨是 她沒有想像中迅速的受成 大家想像的那個樣子 對 結果其實她還是 但是她的身體狀況跟精神狀況 什麼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 對 然後 也就是謝謝大家給她很多的關心 對 所以她其實現在都很好 對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 她已經受到完全是可以馬上付出的 但是其實她覺得她還需要更好一點 她在決定要付出 那她都怪我說把她照片拍得太過於瘦了 恭喜喔 報道